今天又婷又来色诱和尚 我觉得又婷特别配合我们话题 你看上一集讲婚礼的时候 她就穿上一个黑寡妇的黑纱礼服 表达我对这个戏剧婚礼的抗议 今天我们要讲胸部了 她就不穿裤子来了 没腿啊 最近为什么我是要讲胸部 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广西南宁一家整形医院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咱们当然不能放那视频 这一个截屏的就是这个照片 正在做胸部整形的手术 这家医院就把这个手术的过程 在网上直播 虽然关键部位是打了马赛克 但是说是赤裸程度也是引起争议 而且问题在于 有些人说你这个医院有点炫耀整胸 因为动手术的这个人 本人在手术之前还要谈感想 跟他做节目似的 请你谈谈 医生也要讲 我要怎么怎么样 那去医院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这是科普 这就是很好的对全民的科普知识教育 但是呢 就众说纷纭 我自己跑过医疗新闻 其实我看这个新闻说 我倒没有觉得那么大惊小怪 或者是有伤大 我觉得这对病人 如果我们就真的是医学角度来看 对这位病人反而是有保障的 因为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可以被公众所检视的嘛 所以其实是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提高民众 对这个医院的信任度 你都提醒了我呀 要是我动手术 我要求直播 他们肯定不敢不负责任 对吗 因为你有影片为证 然后另外呢 就所有的医生也都在看着 他可以重复被检阅 你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在我的胸部里面 当初是不是说盐水袋 最后你放了不合法的细胶等等 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其实你知道很多西方医院 他们在做一些重要的手术的时候 都会应家属或者院方的要求 会录影 这个录影是为了预防将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对 而且现在西方医院 我现在看很多影集 他们甚至用微博直播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肠子 第几段到第几段切掉了 但是发生了什么大出血怎么办 及时的许多医院 甚至可以同时给予 在我推特上面给意见 说或许你可以做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保障病人的手术结果更加完善 这还真是 你看前一阵外国不是有一新闻 你看到吗 说是一个麻醉的护士 这麻醉的护士怎么着 是吸毒还是怎么着 他把那麻醉药都偷吃了 还是自己弄了 结果真麻醉的时候 是药量不足还是怎么回事 那人就给生汤 动肾的手术 那个病人 后来感受 他就是说割肾 他说我的感觉就像一根长的钢针 扎在这个肾里 等于是跟生汤了一回 哎呦